費德哥你打球怎麼不會流汗 費德哥怎麼回答你知道嗎 他說我流汗的時候你都沒有汗 刻意練習 所以優勢跟天賦其實與生俱來以外 也要通過刻意練習 我的課程其實是7NA訓 主力是7NA訓 所以我一般都到7NA不去上課 一天都是7個小時6個小時不等 那是因為過了50歲之後 體力慢慢下滑 才開始變成這種2個小時3個小時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進行過 2420場的企業教育訓練 然後一共有14000小時 兩岸一共超過13萬人次上過我的課 像我們的工作可能一站就是 站了2個小時3個小時 中間休息一下下午又繼續4個小時 我以前常常有的毛病就是下背痛 或者是腰痛 就去年11月7號開始來中訓 到現在為止短短的9個月 我已經中訓52次了 主要就是讓自己的肌耐力更好 因為我們的工作其實壓力蠻大的 讓自己的肌耐力保持一個平衡 因為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其實是肌肉 他會陪伴我們一輩子 所以這9個月其實進步還蠻多的 譬如說我去台積電去華碩去聯發科 進去就是7小時然後再出來 講什麼 講專業 很多啊 像簡報技巧 團隊溝通 團隊領導 或者是以前我們最常上的 像這個當澤 主要就是企業內部訓練的項目 大概什麼問題分析與決策 樂在工作 這些東西我們有一點點智慧 或者我們可以把它講得很有趣 或者我講白話文就是 一小時三千要能夠變到一小時三萬 中間除了我們要很努力以外 其實關鍵就在技巧 我常講說只要有呼吸就會有奇蹟 對 他就很正名 他真的很正名 我說人生除了你即將要死亡 否則你都應該要快樂 這也是我的座右銘 所以我不覺得一定要把自己 身陷在很陰暗的環境當中 因為你的不舒服別人看了也會不喜歡 那當然我們不是要強言歡笑 而是要做出一種 對 面對陽光 陰影總是在背後這種心態 因為我覺得你很適合去當張老師 目前就都一直在擔當這個角色 他一直都愛做 是喔 對 很了不起 我上個月才去幫很多的這個 生命線張老師的這個志工醫工上課 因為對我來講幫助這些 他們這一群志工群 那我又覺得那更棒 對 其實在高工教書 高職教書 國文是很寂寞的 就是他們很重視專業課目 所以國文課相對就是 時數也比較少 那孩子的重心也不在這裡 可是我其實覺得 因為就是功課 那我覺得國文其實就是人生 所以其實人生很需要這些文字 跟文學的涵養 所以我還是很希望能夠 讓他們去感受到這些東西 而且我覺得人生的智慧 其實都在書裡面 所以我是希望提升他們的閱讀 跟了解國文 其實跟人生是有關係的 我的人生中有好多貴人 他都告訴我說 其實不一定要選擇當老師 因為太辛苦了 然後 可是我自己覺得說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因為有遇到很好的老師 然後加上我自己求學過程 我真心覺得 如果有一個好老師 可以帶給學生影響 我覺得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我發現 老師是除了父母之外 第三個可以無條件 長時間陪伴孩子 跟願意給愛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小時候得到大家很多的愛 現在也是 然後不管再怎麼辛苦 這件事情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要這樣做這樣